嘿大家好我是洛洛 然后现在用iPhone的前置摄像头拍 啊拍的丑是应该的 拍的帅是因为这个摄像头错的 等会儿 然后现在我是在高铁马场 还记得我之前有采访过我的学姐 就那个两年 开了三个校区的那个学姐 然后她又开了两个校区 然后她叫我去她校区玩 啊 そうですか 啊 そうですか 然后今天就是周末12点多 然后我准备突发性的去采访她 然后我们事前没有任何交流 然后我去看她们中午 到底做什么奇怪的事情 好像写的地图上就在这吧 啊 好像看到了 哦哦哦 上去 哦哦哦 有点厉害 OK 然后我们上去了 现在来到了学姐的地方 诶 你们在干吗 没有 你怎么来了 哈啰 来了 爹 吓死我 你为什么这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嗯 过来玩呀 你不是叫我过来玩吗 来 坐这儿了 爹 哈啰 喂 王老师 一个吗 还在吃饭呢 你们 你们几 你们 老门 老门 我的 老门 我的 这我记得了 赶紧吃了吧 吃完了吗 还吃吗 我在吃 还吃吗 要不你就别吃了 我再吃 是不是中午都要一起 在做这些一边吃饭一边 没有休息 没有休息 姐 不是 不是不用休息 因为 因为我们现在 现在是三月份嘛 然后四月份 五月份 六月份之前吧 这两个月真的是 时间很紧 时间真的很紧 所以没办法挣很多秒吧 你们这个是就为了 想教大家基础的这些 对 因为好多学生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都说想赶紧准备专业课嘛 这本是什么 这本是不要读 没关系 这本是说 这边上不是很常见吧 然后他们就很着急说 想早点去学专业课内容 但是专业课没有语言的话 就没法加进 对 如果说你现在你连男孩的基础都没有 只要去上一个什么留考的内容 还是上一个什么大学院内容 的话根本没法进行 对对对 王老师这边 每天在工作几年 高几年 说真实的 早九晚六 谢谢你做你的事情 很规律 早九晚六上网很规律 就是每天很健康 从早上十点吧 一般我九点半都需要 然后一直到晚上九点钟 所有朋友下课 那比如说就是什么 学生还要问你问题 然后就去我 回信什么的 对对 而且经常就是有同学 半夜十二点的时候 留学一点的时候 我发了一件 王老师你睡了吗 我想跟你聊聊人生 这有事吗 我说 我是大半夜不是聊人生 这是半夜吧 总的学生就是有一些 自己的这个小感伤之类的 想要找人分享 那懂留学 然后这种作为老师要前面好 当然之后你来找我 我觉得你就和他情感有些沟通 因为其实在外面留学 我觉得除了你学专业知识之外 你要考学是吧 这个心理压力很大 这个心理疏导是很重要的 对 你要不管的话 他就容易放弃 那他再也让他学习 可以学不进去 所以我觉得心理疏导 是很重要的 我最印象最深就是 这位有个男生在国内 他总共发现说 老师我看到我周围的同学 去欧美留学同学 他们有拿到这个offer的 然后也有实习工作的 然后但是像我一样 现在还在备考的话 就感觉没有很多人 所以就感觉自己很孤立无援 这样的状态 但是你要想 如果你考上了 不叫如果 就你肯定能考上 你考上之后 你的人生就完全的不一样了 就要坚持下去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是 后期播发的这么一个过程 你没有前面后期的话 你也发不出来 就像青春痘一样 对吧 其实学姐就 我最近就很多教官会问我说 就来日本留学 是不是一定要高考 这个问题 你怎么看它 高考就是考日本大学 然后在国内学不需要高考 对吧 是的 我个人倒是觉得 不是特别需要高考 除非你想证明一下你自己 我到底能考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我有个什么样的水平 除非证明这个之外 你要是想来日本留学 单纯上 事实上 有没有这个高考 肯定是没有关系的 也没有人考量 对 其实我也是这么认为 就因为我没有考高考 你没有考高考 对 很多人怎么说 就说我考高考 可能我还能在国内有个选择 但其实就 准备考考时间 我觉得有很多浪费 对对 我觉得这个时间其实蛮浪费的 因为你在高中 如果你不考高考的话 就不准备那方面知识的话 然后用时间来学这 是不是缩短了很多不用的时间 对 像我就是从考考开始 就日语 以及练考什么 就开始学了 确实 你这个方式就正好是 我们现在在推进的这种方式 就是传统模式不都是毕业了之后 才开始准备日语 准备来日本的学校 对对对 是的 就包括什么高中毕业 或者说大学上了一两年 觉得不想来日本留学了 然后再跑到这边上一个学校 对对对 但我们现在就是整个学生 大多数都在高二就开始学修准备了 包括你的语言 包括你的专业课 留考什么的 因为留考其实在国内 在香港什么都可以考 对对对对 然后来这边你只要参加一个 直接的校内考 这方面的培训 或者会大大的缩短 你在日本备考的时间 如果学姐你怎么看语言学校 因为就经常有人问我说 有没有认识什么好的语言学校之类的 你觉得它起了一个怎样的作用 嗯 觉得语言学校嘛 顾名思义它是个学语言的地方 对大家学习基础日语 还是有很帮很大的帮助的 尤其里面有很多日本的老师 可以大家练习一定的口语啊 会话 但是很多来日本留学 主要是以升学为主 不管学部还是大学院 这个术业有专攻 因为我觉得这部分 要么选择自学 要么选择去私识去学习 所以语言学校整体 应该是一个过渡的地方吧 我觉得 嗯 但是我整个总体来讲 还是比较推荐大家 与其不管学日语 还是学专业课啊 与其来日本之后才开始准备 不如在国内 把该准备的就准备起来 那么就 像前辈 你已经教了这么多的学生了 以及在这个行业已经很深入了 那你觉得 对你来说 就相对合理的 来日本留学 包括学部 大学生 大学院的 这个是 怎样的方式比较适合 我觉得如果是学部的话 最好的方式就是 像刚才我们讲的 你从高二 甚至从高一的时候 就已经做好这个准备 然后开始学语言 语言非常重要 包括来日本 日语重要 英语也很重要 然后学习 对吧 来这边翻来英语很重要 学习语言单纯不够 要在同时一块去学习专业课 专业课的话分文科理科 所以希望大家能在高一高二的时候 就开始准备好 我要去日本留学 各方面 包括语言 包括专业课 到你高三的时候 可以去参加留考 留考在香港也有 在日本也有 现在签证还是比较容易的 然后留考拿了一个好的分数之后 毕业之后来日本一段时间 准备校内考 这是我自己比较推荐的 比较稳妥的一种方式 是考学部 有所谓的考大学 如果是大学院的话 现在有来着读语言学校的 还有来着读研究生的 对吧 我们这边主作的呢 就是线上指考 就是办线上指考吧 就是你在国内 在大三 我们学生在大三 就开始做准备 最早一点 有从大一开始去准备考研的 哇 人家就是没加死 直接我就要去东大的哪个哪个 对对对 确实 我觉得这样的学生 我们也带起来很有记忆 就是看着就很有希望 对 你晚一点的话 就大二大三 开始去做准备 这个准备也是包括我刚刚说语言 然后专业课同时推进 到你在大四的时候 就差不多 该学都学好了 来这儿 要么以各种不同的签证模式 把反正复日过来 来来这边参加校内考 合格 这是最节约经济和时间 金钱和时间吧 都比较经济的一种模式 那我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 拜拜 对了 还有点事情 4月28日呢 在我们市门教育官方的bilibili账号上面 我们会做一场东大前辈的经验交流会 我也会在家 对 洛洛也作为我们的出场嘉宾 也会参与到我们直播当中 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 在评论区里边点击我们头像 点击关注 4月28日和我们一起走进东大前辈 他们当年的升学之路 可能这个视频的话 不可能回答大家所有的想思绪的问题 然后我和学姐和王老师一起见了一个QQ群 对 如果有同学想来联系王老师的话 这里有一个二维码 你们可以来联系王老师的微信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 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旅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观看